谁说银法族不能打棒球 在球场上奔驰厮杀 罗东镇老董不老棒球队正式成立 由镇长林子庙授起 借此鼓励镇内长者外出运动 照顾健康也拓展人际关系 跟随着姐姐的舞曲节奏打太鼓 就像不老棒球队的成员一样 动灵挥洒青春 大家都变成哥哥与姐姐 这样讲我们就是训练了两个月 大概知道每一个人的运动的 这些手臂的技巧打击的能量 所以由教练团来帮他们安排 他们手臂的位置 比较高的人站在第一轮 手臂力量比较强的站在外野 站在三轮手 头球比较准的当投手 蹲着下去站得起来 而且不会晕船的人就当捕手 刚开始 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内 两个腿都走不动 所以算痛 现在已经好一点了 现在好一点 还会继续玩吗 继续 这个很不错啊 锻炼身体啊 布老棒球队是专为65岁以上 银法组成立 别看他们年纪大 用两个月时间练球 不但不疲累 还越打越有兴趣 越打越开心 我们希望呢 让这个哨棒呢 结合了这个棒球呢 结合了我们的 之间的距离隔阂 那我们呢 总共有四个社区 我们有南昌社区 信义社区 竹林社区 还有我们的 美城社区 总共四个社区 旗舰社区 共同的主办了 总共有43位的 这个棒球的队员 然后呢 我们希望呢 每一位的资深美少女 美少男 都能够呢 出来运动 借着这个运动呢 能够呢 健康 镇长林子庙授旗 罗东正劳董不劳棒球队 正式成立 谁说英法族 没办法打棒球 在球场上奔驰厮杀 还是很行 一旦新闻记者 黄竹汉 同报道